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Holly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佛山 過來看看這個樓盤 在我身邊就是歐小姐 歐小姐 我發覺來到這裡很繁華 而且有陸地 有四個酒店 其實這個地段也是挺好的 沒錯 因為我們這個地段 是屬於一個蟬城 一個非常中心的位置 歸華路已經在佛山發展了20年 目前來說 歸華路就是佛山的第一經濟大動物 同時它也是總部經濟的第一梯隊 我們所處的位置也是發展得最好 最繁華的這個核心地點 所以你看到我們前面有環球港 有幸福Google Park 有陸地中心 這些其實全部都在我們300塊範圍之內 包括禪城這邊也是因為佛山一個非常中心的城區 所以它地鐵的覆蓋也是最密集的 所有的線路都會經過禪城這邊 在我們項目300塊範圍之內 是有兩個地鐵站 已經通過車的3號線了 會有一個鎮安站在我們西北邊 西北邊鎮安站 另外還有一個電視塔站 電視塔站在我們這邊的位置也行300米 電視塔站同時也是3號線和4號線交會點 3號線已經開通了 4號線正在動工 預計是2026年就會開通 所以這邊日後的出行會更加方便 其實有了解到整個佛山 不用說了 閒城貴城都是市中心的地段位置 而且真的近地鐵的地方是很方便的 可以看到周邊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建築物 而且可以看到整個地理位置的交通 是真的很方便的 可以接回來的話 歐小姐跟我們介紹整個樓盤好嗎 OK 可以的 好 而且最主要我想了解一下 比如好像我們的港澳朋友 就是過度來街坊 是怎樣通過什麼渠道 或者是那些線路怎樣過來比較方便 是機場呢 還是坐大巴呢 還是坐水路 陸路 怎樣比較方便 其實現在是不是已經通了輕軌呢 廣州已經是通了輕軌 包括佛山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佛山有機場 佛山是有機場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的地鐵線路 是可以直接去到那個輕軌站的 哦 輕軌站 是廣州的輕軌藍站 哦 即是藍站 是的 藍站可以直接過來的 就是非常方便 其實說真的一句 我們藍站是直接有船回香港的 如果各位香港的朋友 你也知道 是藍站直接是可以去到香港 是有船可以接駁到的 其實現在佛山去藍站 本來就是不遠的距離 其實就是大概幾十分鐘的路程距離 對 幾十分鐘就可以了 二十分鐘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靠近廣州的一個遍區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越靠近廣州的話 價值來說是越高 所以空間都很大 所以來說我們這邊也是比較靠近廣州藍站 就是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嗯 如果到時候可以的話 我們就看看整個距離 現在這個快來到我們的沙盤 是不是 是 我們項目的話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我們現在是現樓出售的 哦 現樓出售 不用等時間 直接買進來就可以拿到樓盤 是的 我們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正式交了樓 現在的話 都非常多業主在裝修中 其實過元年的話 應該會更多業主在裝修 好 裝修完的話 預計入住就會比較快 嗯 嗯 我們這棟公寓的一個主要大門的出口的話 就會在裡面這個位置 哦 在裡面這個位置 在裡面這個位置 那外邊的話 它會是一個商業體 哦 這個商業體的話 就要是一些商碎為主 還有一些比較大面積的商鋪 那現在都已經是有非常多的一個商戶 我是想要租我們這邊去外邊的商鋪 其實樓下的一二三層 四層 都是一個商業體 四層的商業體 哦 所以日後的一個生活 就是樓下已經可以解決到 是學玩樂 當然了 我們周邊 剛剛說到的二三百米 還有非常多的商場 環球港 是 合馬超市 這些都在附近 其實 非常方便 住在樓上 下來樓下 就已經是學玩樂的場所 已經可以玩完了 是 而且娛樂的也很多 所以不用擔心這裡的一些情況 是 還有這邊的一個 休閒的地方也很多 因為它 蟬城這邊是非常多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景點 據我所知美食也很多 是啊 而且你說到的蟬城 就有很多的一些景點 你說到的就是類似是嶺南天地 嶺南天地 或者是創意產業園 電視塔 還有嶺南明珠體育館 還有亞藝公園 其實都在附近 一兩公里範圍內 我們步行都可以到達 帶一些親朋戚有過來的話 除了我們樓下可以去玩樂之外 在景點附近也很多可以逛街 娛樂的地方 是啊 包括現在的創意產業園 已經平了國家3A景點 過來這邊的話 其實就五分鐘左右 非常方便的 所以其實在佛山 這個也是很好 是啊 我們這棟公寓的話 其實我們除了一個現樓優勢之外 還有我們的產品其實都很有優勢 雖然我們現在剩下的產品的話 基本上都是以48方為主 48方 我們每分有兩種 一種就是三米半的平層 三米半大的平層 另外一種就是五米高的複色 市面上賣五米高的複色的產品不多 不少很少 因為基本上 據我們對樓盆的了解 基本上都是四米半 沒錯 四米半會比較少壓力 但是他們這裡可以做到五米 真的很好 是圓面全全可以做到兩層 嗯嗯 就算我們三米半的平層 都會比普通的平層會高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普通的平層 一般都是三米到三米一 公寓 我們做到三米半的平層 其實這個空間感會舒服很多 當然我們當時是設計這個產品的時候 也都考慮到 我們針對的客戶群體的話 主要都是為了 桂華路上第一階梯的一個高收入人群 哦 所以來說的話 我們的面積不會太小 還有我們的空間感一定要是 給到這一幫有錢的一個客戶群體 有一個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其實最主要是真的住得舒適 是的 沒錯 我們一共是三十四層高 這裏上來就是三十四層高 對三十四層高 我們十七樓以下 它是三米半的一個平層 十八樓以上的都是複式的 哦 還有我們就是無皮膠樓的 這樣會有很多的一個設計方案 可以給到客戶 客戶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個喜好去裝修 即是其實按照自己的喜好來裝修 即是蘿蔔青菜各有所謂 我們都可以很多花款很多花樣去裝修 其實都挺好的 而且佛山它本身就是一個建材的 很多建材都是產自佛山 是的 所以去佛山 即是你就算自己裝修 其實一點都不貴 我記得買家具 買家具 還是買瓷磚 都是首選佛山的 是的 沒錯 很多廣州人或者其他一個珠三角 或者是大灣區 都會過來佛山去挑選這些材料 沒錯 所以在佛山做 即是你有一套無批樓自己去裝修的話 性價比其實是非常高的 其實佛山等於一個小工廠 即是五金的配件之類都很方便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實地樣板房 我們就做了一個30樓的實地板房 是一個複式的 或者可以上去看看 好啊好啊 現在我們跟了歐小姐過來 我們的現樓去看看 設計好的方案 進到來 還有一個鞋櫃 可以做到整個鞋櫃 就是這樣設計是很好 一個空間是多好 而且進到來就是一個除房 是的 我們這裡設計了成兩房 但是最大限度來說 說真的 真的四房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高度是足夠五米 如果你不做中空廳 你甚至可以全部把它封齊 然後完全可以隔兩層 可以多做兩間房 即是設計可以很多變 其實可以看到 入到來 我不知道各位街坊平時看房 有沒有一個很… 即是有一個不同的 平時我們看房 真的會有少少少壓抑感 它一般就是四米八 或者四米半左右 而且上去 感覺整個空間 就沒有那麼… 寬落 還有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扭空的設計 整個大燈做下來 整體的感覺就會很不同 而且我們如果這裡不做扭空 就像剛才歐小姐說到 我們可以設計 現在只是樓下樓上 做了一個兩房 如果我們不做扭空的情況之下 這裡都已經可以做一個書房 或者一個兒童房 可以給予我們街坊很多的選擇 整個空間感又會不一樣 嗯 還有可以看到 這樣的光線進來 一個透光量是很高的 嗯 可以看到歐小姐 還有有沒有一些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可以… 真是的 連一個衣櫃啊 或者其他地方 都可以做到很細緻化 是的 嗯 嗯 而且坐在那裡 而且坐在那裡 看看感官呢 是很不一樣 真是我們 坐在那裡 對著城市的一個角落 看著 周邊都是四季酒店啊 陸地中心啊 可以看到整個 閒城區的一個景觀 是很不同的 是的 追法馬就是這一段的了 嗯嗯 而且它這裡打了一個 它本身設計呢 這裡做了一個 是一個窗台啊 可以給到 你可以做窗台也可以 不做窗台都沒有問題 那到時看回 各個人的一個需求 去做一個裝修設計 嗯 沒錯 好 我們上二樓去參觀 可以 嗯 而且樓梯的設計都可以很多變 真的坐在那裡看電視 平時感覺呢 平時真的只有三米的開間 可以看到這裡 真是一個三米八的開間 而且買一部大電視 而且一點問題都沒有 是啊 對 一部大電視都不成什麼問題 嗯 我會帶我們上去參觀一下 可以可以 那二樓的話呢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設計的話呢 就會將衛生間設置在二樓 哦 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設置為一樓 嗯 就是在樓梯下面的位置 樓梯下面的位置 那邊也可以做房 現在現時開箱這個設計呢 就比較闊落一點 對 因為它下面一樓做了一個大鞋櫃 以及一個可以儲藏的一個物空間 對 做了一個飯桌 對 而且上來呢 除了這個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打造好 然後旁邊這邊 我們又可以做一個儲物室 是的 這裡是流空了 到時看個人 如果多雜物或是怎樣做一個儲物室 都沒有問題 整個空間都會很大 而且剛才說到我們上來呢 就是5米的一個開箱 不像平時 平時可能只有4米半 就可能真的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真的差很遠 而且你感覺上來會比較舒適 沒錯 而且剛才說到我們這裡 上來是做了一個大樓空 這裡就是5米的一個距離 如果可以的話 這裡再設計多兩間房 來做一個書房也好 小朋友玩具房也好 都是做一個比較舒適的 沒錯 進來這裡都是跟裡面一樣 都是在房間 如果人不多的情況之下 住過兩房都已經很夠用 具體看回各位街坊 在家庭情況做一個設計 而且它現在是把窗簾都拉住 我們都打開來試試 其實整個彩光都是很舒服 平時我們開窗 基本上燈光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彩光率真的很高 沒錯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們做這個空間 都是很闊落的 床和各方面的空間都是夠衣櫃 各方面還做了一個大書桌 可以看到他們是挺好的設計 我們接著邱小社 過到來一個剛才說到的 一個48方的一個平層的板房 去看看 開箱是設計好讓我們看到 一個整個感官的 進來這裡就是做了一個鞋櫃 其實可以看到兩邊都很闊落 兩邊都可以做到 進來這裡就是一個鞋櫃 剛才我們說到的小藥色是怎樣 現在可以看到 它上面這裡可以看到 已經做了一個小藥色 上面這裡就是床 放在床的位置 但是我自己一身高1.65 進來這裡應該都有5.8.9 其實都不會很迫結 或者很矮 都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而且這裡整個鞋櫃 都做得比較闊落一點 進來這裡就是餐桌 其實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進來這裡 一個客廳 是不是也有三米八的開箱 一樣是三米八的開箱 可以看到 跟歐小姐一起看到 整個開箱 我坐在這裡看電視 一點都不覺得是小 而且說真的 這個梳化 他們擺得都不是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空間 都不會很迫結 再加上你們很懂設計 還設計了一個露台 我們平時的露台 這裡我們是做了一些櫃 不是 我們平時在露台 有些開發箱 或者是有些樓盤 是做到打小 用來的空間當然會大一些 但是你們不是 你們反而還將這個空間做大了 我坐上來 這裡有一個休閒空間 我坐上來可以和別人 和你喝茶那方面的 而且這裡真的都成一米的一個闊度 可以給到 再過來 看著 我現在看到這個小藥色 看到我們的小藥色 是直接一張床來的 我們上去看看 真的上去 這個三米五的一個開箱 會是怎樣的一個小藥色呢 整個設計可以看到 這個都是夠一個人上落的 嘩 嘩 其實來到 一張床 怎樣都要一米半米八了 還做了一個小衣櫃 裡面都有一些擺櫃 一個擺景設計 還有一個三米五的一個高度 可以去到 下到去看 一個感官也是很好 可以看到 不會說是很細 雖然這裡是48平方 但是他們這裡 其實真的所有變化 都在自己的設計當中 可以看到 再看看 在這邊看下去 整個感官 會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設計 可以給到我們街坊的很多選擇 可以看到 這個樓盤 比我們展現的情況 是很不同的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選擇這個樓盤 可以考慮過來現場 我們詳細去看看 歐小姐 好像剛才說到的 我們這個戶型 是不是五十萬左右 是五十萬左右 五十萬 那我們的複色是 是三米半的一個層高 而六十萬的四米八的一個平方 是大約六十萬 但是就是兩層 看看各位街坊的各自選擇 其實我自己本人都比較喜歡 其實兩個人住是很適合的 回來渡一下 或者出去玩一下 實用率非常高 看看各位街坊的選擇 剛才我們看完房 也看了整個樓盤 其實我覺得這裡 真的很適宜去自助 或者投資 沒錯 可以和我們街坊說一下 其實這裡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首先來說 我們有一個地段優勢 佛山蟬城最繁華的地段 就是我們前面的桂華六路 就是整條都是桂華六路 我們可以看到的話 對面有環球港 有陸地中心 有四季酒店 再前面還有合馬超市 其實都是幾百米的範圍之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已經很成熟 還有周邊幾個住宅 就是圍繞住的住宅小區 入住率已經是非常高 這邊的住宅的話 這個價格也會非常高 就算二手都已經去到三萬元 二手去到三萬元 但是只要買我們這裡一套的房 都是六十萬的一個總價 對 是很多選擇 而且我想問一下 比如說我們的港澳同胞 或者港澳過來這邊 我們是選擇投資的話 比如說剛才我們選擇的一個平層 或者複式單位 可以租到多少錢左右 如果我們這邊的平層的話 大概就兩千元左右 如果是複式單位的話 就甚至已經去到兩千五到兩千八 就是兩千五到兩千八元 就可以選擇來這裡做投資 是自住都很方便 而且最主要一樣就是 剛才我們也提到 我們這裡回到香港 這裡是屬於佛山 佛山我們過南站 大概就二十分鐘車程 是二十分鐘車程 我們二十分鐘 坐高鐵又好 又好 又好 回到香港大概都是四十分鐘的一個情況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交通路程都是一碗湯 我們所說的一碗湯 基本上就是一個小時的生活圈子 來到這裡大概都是一小時的生活圈子 所以交通 無論交通來說是十分便利 還有周邊的配套 可以給我們看到的整條桂華路 都是屬於佛山的市中心地帶 是市中心地帶 所以各位街坊 這個樓盤可以是很值得你們選擇的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街坊關注我們灣區街坊 有更多樓盤資訊可以介紹給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多謝歐小姐 拜拜